今天新观点提供您理财新视野 观众朋友晚安 我是曾忠玉 华为公主孟晚舟终于回家了 孟晚舟是华为创业人 任正非的女儿 公司内部都知道 这位华为公主可能是未来的公司领导人 孟晚舟2018年12月 在加拿大的温哥华国际机场被逮捕 但美国要求加拿大 要把孟晚舟引渡到美国受审 因为美国指控孟晚舟犯下了诈欺罪 因为华为利用设在香港的新通科技公司 贩售设备给伊朗 而当时孟晚舟向汇丰银行做出不实的陈述 才让汇丰在被骗的情况之下 提供金融服务给新通公司 美国认为这一切的行为 都违反了美国对伊朗的制裁 而孟晚舟被捕之后 接下来三年就在一连串的诉讼进行当中 居家监禁生活 终于在9月24号 孟晚舟透过视讯出席美国纽约 布鲁克林联邦法院聆讯时 她承认做出不法的行径 但是不承认诈欺罪嫌 换取以美方达成暂缓起诉的协议 随后加拿大法官签令解除了她的保释条件 允许孟晚舟重获自由 当庭释放 孟晚舟立即搭乘中国政府包机 返回中国深圳 孟晚舟抵达深圳机场 哇一下飞机就受到这种英雄般的热烈欢迎 那中国媒体也转播了孟晚舟抵达机场之后 一位身穿全副隔离服的人员 还送给她一大束花 不过孟晚舟看得出来 她并没有戴口罩或者是其他的防护用品 那孟晚舟包机抵达中国之后 当天各大直播平台的观看人数 甚至还突破了一亿人 那有个关键字叫做孟晚舟返国 这个关键字就当上了当天热搜的排行榜 会引起全中国人民这么热烈的回响 主要也是因为这对中国人民来说 已经不是一般的跨国案件 而是国家对国家的政治角力 时隔三年再次踏上祖国土地的孟晚舟 面对媒体大阵仗的提问 她一开口就有一点语带哽咽的喊着说 祖国我回来了 她还提到说如果信念有颜色 那一定就是中国红 她再次感谢党和政府的关心 此外她还特地透过镜头喊话 说非常感谢习近平主席 把她的事挂在心上 让她好好的回到了中国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 也特别针对这件事情 发表评论表示祝贺 她说这就是国家的力量 而希望塑造出来这样子的结果 同时也说希望今天这样的结论 可以对于中加关系的重启 还有中美关系的松动 都能够产生一定的辅助作用 那孟晚舟这一趟回国之旅也很有玄机 因为孟晚舟回国的飞机飞行路径 并没有像其他从北美西岸 飞往东亚的班机一样 是行经太平洋 或者是美国阿拉斯加的路线 孟晚舟的包机 它是从北极海的方向飞去 一般的民航机很少会选择这样的路线 所以外界就在猜咯 是不是因为为了怕再先波兰 所以刻意避开了美国的领空 那网络上有很多热烈的讨论 很多中国网友还认为说 这是中共为了要避免美国事后返回找茬的安排 好啦没关系啦 只要孟晚舟能够顺利的平安回到国家 就算绕点远路也没有关系 不过另外一个还有很有趣 就是中国网友在讨论的问题 就是孟晚舟这次的包机花了多少钱呢 因为这是政府专机 不是华为自己出钱 也不是孟晚舟自己出钱 那就有网友发挥了这个柯南的精神 就去查了推测 这架飞机降飞成本的大概600万人民币 那还有其他的网友说不对不对啊 上次庭审的时候也去过一次 但是空手而归嘛 所以呢总成本要加总起来 大约1200万人民币 好反正这样的话题也是讨论的很热烈 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话劝宇就说了 这明明白白的就是一个中国公民 遭到政治迫害的事件 目的呢就是为了要打压中国的高科技企业 所以美国啊对孟晚舟的这些指控 都是捏造出来的 而美国和加拿大的所作所为 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任意拘押 不分青红灶牌就把人关起来 为的就是要压抑中国的科技发展 那刚才我们看的这边是中国的立场 相对的在美国这边看的角度 当然就完全不一样 美国的媒体美联社就说了 中国官方电视台 他们不是转播了孟晚舟归国这种线上直播吗 这就凸显了北京想要把这个案件 跟中国在全球经济 还有政治的崛起绑在一起 但是呢这些中国官媒 在赞颂中共的行为的同时 却只字不提人职外交 人职外交是什么呢 因为外界在猜 为什么加拿大会放了孟晚舟 因为中国也释放了两个加拿大的公民 而且时间非常巧合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加拿大的公民 谁被拘留 谁又被释放 这两个人 一个是史佩弗 一个是康明凯 他呢是加拿大商人 而他则是加拿大的前外交官 这两个人呢 他们当然背景非常的雄厚 这两个人其实他们当初是被捕的时间点 跟孟晚舟被捕时的时间点差不多 孟晚舟不是在2018年 在加拿大的机场被逮捕吗 没多久之后 这两个人就被中国逮捕了 那中国的意思是说呢 他们两个人呢是犯了罪 犯了境外刺探 而且非法提供国家秘密 最好隔离关押 那大家就在想说 是不是中国对于这个加拿大孟晚舟案 有一个报复的行动 所以你抓了我的人 我也把你的人给抓起来 好很妙的就是 在孟晚舟获释消息 传出一个消息一个小时之后 这两个人也随即被释放了 所以是不是两边就是在谈判 就是在交换筹码 你释放我的人我也释放你的人 那加拿大坚信说这两个加拿大公民 获释归国的确跟孟晚舟案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两个人的确是透过某种协议达成换来的结果 但是呢中国方面否认这样的说法 他说啊这两名公民呢 是涉及了间谍行为 否认跟孟晚舟案有任何的关系 那既然中国跟加拿大都把对方的公民释放了 好对彼此之间的关系会不会有所改善呢 对此这个美国也出现了两派不同的声音 有一些专家认为说不会有改善啦 反倒是觉得说中国跟加拿大就算释放人职 也很难解决两国之间的紧绷关系 那甚至就连中国跟美国之间也是一样哦 怎么可能释放一个人职 然后大家就双方恩怨就一笔勾销呢 好这是不可能的 那另外一派的专家则是认为说 哎苏不丁有点玄机有点转机耶 美国和孟晚舟达成协议 这是拜登政府针对中国曾经提到的两份清单的回应 先前不是中国曾经有提出来说 哎我们有两份清单 希望美国不要踩中国的底线 那这两份清单当中其中的一点 就是讲到孟晚舟的事情 那如果说现在美国释放 美国要加拿大释放了孟晚舟 是不是就是在回应这个底线两份清单的回应 那做出第一步释出善意 那是不是就有转机的可能性 而且我们看到了这样的表现呢 也其实拜登也是有点父辈受敌 因为呢拜登 虽然在民意上看起来好像是允许了加拿大 把孟晚舟给释放了 但是她在国内被她的这个对手质疑 你这样根本就是在对中国举白旗 根本就是在对她投降 你太懦弱了 所以现在有很多的这个议员 法算要拜登来说明清楚 不过在中国方面呢乐观很多 中国的学者说 这说不定是一个新关系的开始哦 好希望未来能够有更多的合作机会 比如说现在全球这个气候变迁啦 或者是关税的议题等等 说不定我们两个之间能够找到一些合作的模式 而且从种种迹象都可以看得出来 双方似乎不愿意继续升高冲突 所以您认为孟晚舟的释放 会为中国美国加拿大之间 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请您将您的想法 留言在影片下方跟我们一起讨论 并且帮我们订阅按赞分享 追踪全球新观点的发烧影片